朋友们 今天的这幅画呢 名叫西台岛的朝圣 这是一幅洛可可时期的作品 按照老规矩呢 我们先根据这幅画的名字 来看看画里都画了些什么 西台岛 传说是爱神维纳斯诞生后登陆的第一个岛屿 加上空中飘着的小天使 不难猜出 这是一幅和爱情有关的画 近处的三对男女 分别刻画出了爱情的三个阶段 分别是花言巧语 动手动脚 和生米煮成熟饭 通常呢到了第三个阶段 女生呢都会回过头来 怀念当年的海事山盟 等等怎么没看到这个小屁孩 我当初就跟你说了 这个臭男人脑子里只想跟你生小孩 但你眼里只有爱情 完了完了 就和前面一大堆排队捡票的情侣一样 既然已成事实 那也只能跟他上船 票到哪算哪吧 那以上呢都是我的个人理解 因为画家华托从来没有解释过这幅画 但他大概很喜欢这个题材 因为一年后又画了一幅差不多的 不同的呢是他把原本残破不堪的维纳斯雕像修好了 那或许一年后他觉得爱情也没想象中那么糟粕吧 那正因为华托兰的解释 以至于我们都搞不清楚这幅画究竟画的是到西台岛呢 还是要去西台岛 但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 我感兴趣的反而是标题中的另一个词 Pilgrimage 翻译成中文呢叫朝圣 日文叫巡礼 从画中人的打扮呢可以看出啊 他们正打算或者已经完成了一场徒步旅行 这种披着披肩拿着手杖的打扮啊 就相当于18世纪的初空衣吧 在18世纪啊 大概还没有旅行这个词 即使有也不是现在的意思 最接近旅行的行为呢 大概只有朝圣啊 听起来就很高级不是吗 因为朝圣显然比旅行更有意义 那是一场寻找精神慰藉和灵魂正义之旅 是目的性非常明确的 但旅行能收获什么呢 Anyway啊 我很少在节目里聊洛克克时期的话做啊 因为确实说不出什么东西 他并没有深刻的内涵啊 只有纯粹的享乐 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啊 人生那么短 何必什么事都要追求内涵呢 那只可惜 大部分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大部分人会觉得 没有意义的事情又何必做他呢 于是毫无意义的洛克克 在华托之后就被时代彻底淘汰了 那取而代之的呢 是更有教育意义的新古典主义 不过想想也对 享乐也是应该有个限度的 今天这期呢 正好是一日一化的第100期啊 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点赞留言和白嫖啊 那接下来呢 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我也要去旅行了 旅行期间呢 或许会更新一些当地的见闻啊 或许不会 主要看心情 毕竟对我来说 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享 而是为了体验 好了 我是小顾 这是一日一化第三季的最后一集 后会有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